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写作《妙写文》 题目是《港铁车厢众生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先吧 题目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港铁车厢 第二,众生上 第一个部分,港铁 即是由港铁公司经营的铁路系统 现时包括了九条铁路线 覆盖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而车厢呢 车厢就是说乘客处身的空间 设有座位,借给乘客坐 也设有扶手,给站着的乘客使用 所以题目的内容 其实范围主要是限定在港铁站的车厢之内 我们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月台,大堂这些地方 更加不应该描写香港以外的地区 或者国家的铁路车厢 第二部分,众生上 这个是佛教的名词 众生是凡指人和动物 相就凡指相貌,表情,行为 我们在日常生活使用这个词语 含义较为宽松 主要是指人的相貌和行为 和人生八态颇为接近 但是人生八态的重点在于态度、行为 而众生上呢 就包括人的外貌和表情 总括来说 本题的内容范围有一个很清楚的限定 我们必须要写 港铁车厢里面不同的人物的外貌和行为 有同学就可能会问了 那是一个车厢,还是几个车厢呢? 题目并没有明确的限定 我们可以只是写一次乘车的时候 在车厢里面所见的东西 或者是结合几次乘车的经验 描写车厢里面众生相 在处理上面 当然要以一次乘车的时候 在车厢里面所见 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选材 相信大家都有承搭过港铁的经验 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观察所得 选择有用的材料 那大家会选择什么题材呢? 不妨将材料写出来 细心细选 然后再分点排列出来 以下是一些示例 可以给同学参考 同学应该自己选择题材 第一,在一日放学之后 乘搭港铁车厢里面好势碑 第二,是其中有无聊 大小看车厢里面各人的外貌 表情和动态 第三,大部分人都在玩手机 沉迷于电玩世界 难得有一个爱阅读的人 独自沉醉在文学世界之中 第四,一个小孩子 吵着话可闷 父母千方百计地哄她 第五,一个老婆婆上车之后 没有人让位给她 直至一个年轻人下车之后 她才有位置坐了 第六,有人拉着行李上车 看到来自国内的乘客 车厢的空间就更加小了 有人发出怨言 第七,一对年轻人 在车厢里面吃东西 有人劝了 结果就有少少的争执 第八,有一个失明的人士 要下车了 有一个好心人 带领她离开 以上的资料反映出 可以供我们写作的题材都几多的 其中可以是长写或者略写 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题材呢? 这个与文章的主旨有密切的关系 同学,我们下一步应该要为文章确立主题 立意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请大家先想想 那我们留下一次再谈吧 各位同学 今天的练习是作文题目 港铁车厢众生相 你们会选择什么题材呢? 试下列点方式表达 大约80至100个字